九天神女,飞天嫦娥,金国英雄,完成神九载人航天任务后,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的身上多出了许多耀眼的光环。 然而在一日在上海科技馆与上海妇女界代表座谈时,刘洋却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个普通的航天员。 赶到了时代,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赶上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好时候。 座谈会上刘洋成为全场瞩目的红花,使同是神舟九号航天员金海鹏和刘旺笑称自己都是绿叶。 金海鹏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来形容女航天员的出现。 刘洋,代表了女性风暴系,系,系,考虑为自己周全。 我们俩人想到的话想到,我们俩人想到,她都查了不绝,全想到。 所以说,女性方面,男人方面的一起上去,最大成功能起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而刘旺则对在太空中刘洋编制的中国节印象深刻。 因为女同志有女同志的优势,比方说是编的中国节,我们两个都不回。 再次就是刘洋以他们特有的中国女性的微笑征服了全世界。 刘洋是最微笑的女性,并且是最手巧的女性。 她把中国的文化,中国女性的风采展示给全世界。 回想起在太空中的日日夜夜,刘洋的语言带着诗意的美。 太空也向女性张开了多情的怀抱,但它绝对不会对女同志有所偏爱和宽容的。 所以我们的科目设置、训练内容和标准要求是和男航天员繁琼一样的。 我们每天过的都是像高三的生活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程表。 她笑着回忆,三位航天员还曾在太空中比赛翻跟头。 两个大哥非常的厉害,他在太空中一下子能翻十几个,我就比较逊色一些,这也充分体现了你老开心的特点,我只能翻几个。 神舟返回舱抵达地面后,刘洋最后一位出舱,令国人以为他在舱内化妆。 刘洋澄清说,这只是气候的问题。 我们确实没有化妆,因为我跟全国人民的心情是一样的,希望尽早地让大家看到我们健康安全的出舱。 但是确实是因为气候的问题,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出了很多的汗,所以脸会显得非常红。 当天,刘洋把上海妇女协会为孤残儿童编织的第六十五万零六百二十九件毛衣编织完毕,其中六二九象征着神九返回舱六月二十九日回到祖国的日子。 或许下一次在太空中,世界还会看到一位中国女航天员编织毛衣的身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